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超已经打完了四轮 几个传统的强队经历了一周的惨败 所以让人感觉到大跌眼镜 唯独爱福顿四轮传胜 变成安切洛蒂的风头真的是该过了克罗普 因为前段时间我已经介绍过安切洛蒂 在带队观念当中很多优点 希望不重复了 但有一点今天要提的是说 在第四轮比赛里面 我觉得安切洛蒂用古德森和戴维斯 我形容是什么呢 有点田击赛马的策略 作为一个教练的处置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觉得那个学习 下面我是重点讲一下曼联 现在曼联的情况呢 说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是魂为了 什么魂呢 是曼联以前赖以生存的魂 就是对魂为了 我们想想上1999年的时候 曼联在欧冠的比赛对于拜仁 在快要比赛结束的时候 二比一 逆转那个拜仁 拿到了欧冠的冠军 你想想看 当时的称之为经典 那当年的那个经典是怎么创造呢 我就觉得他们有一股 奋斗的这种精神 一拼到底 但现在的曼联没有 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的遗憾 自从索尔斯科亚接手之后吧 这个教练呢 是可以说是一换再换 再怎么换 问题总是不断 福克森退役之后 我就觉得曼联总样人感觉了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没有凝聚力 第四轮赛前 索尔斯科亚跟莫里利奥 还隔空的有一些对话 就是说在影员的问题上 所以是要认为了 我们不能再买人了 不能乱花钱了 但莫里利奥就说了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教练能解决的 他有点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曼联的管理层 有点随联听证的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你找一个教练过来 这个教练呢 没主动权的 买什么人要什么人 他没有主动权的 那个队友怎么带呢 其他我们不清楚的 我们不评论 就是我们外界清楚的 只有前几年 我一直就说 曼联你赶紧要补充一对好的中尉 因为我认为了 一对好的中尉 是一个结构里面的基石 但是当时 曼联队的管理厂呢 他买的都是前锋 那结果呢 整个队伍结构了 头重脚轻重攻轻手 所以说呢 这变成了在比较关当中呢 打来打去 防守总是出现问题 凝聚力没了 那等于就对队伍的实力也没了 就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也就是 队员跟教练不合 这个队员和教练不合 他也是对战斗力的虚弱 显得特别的明显 从鲁尼开始 闹提周心 接着就是三切师 三切师提出要40多万的周心 结果呢 变成伯格巴心理不平衡了 就变成了整个这个队伍呢 没有核心 没有轴心的情况底下呢 那到底是听谁的呢 最近有一段时间呢 基恩他就发表了一段讲话 基恩大家知道是谁了 原来这个曼联队的队魂 这就是说某些个队员呢 出攻不出力 这样子呢 这个队伍呢 谁带都没有用 所以说呢 他就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队员自然能把 莫里尼奥给中途下课了 那索尔斯克亚所能面临的 也是同样的一个下场 想当年基恩 斯科尔斯他们就是一个队员 在队里面所起的作用 大家都很明显 这里面呢 我的提出有一点 因为跟曼联的那个前辈 曾经有过一定的这个接触 很久以前咯 要讲故事这么讲嘛 1979年的时候 我代表国家队在 英国访问 结果呢 那个主办方安排我们 看了一场主种杯的比赛 就是六股队阿森娜 正好呢 我就跟老前辈查尔顿前后座 打完了之后 他还特意的回过头来问了我一下 他知道我不会英文 他让另外一个队员用中文问我 这球打的好看不好看 我说好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这些的那个老前辈 曼联的老前辈 除了这个球 踢的好 而且呢 情商还很高 斯科尔斯也是曾经在明星队访华的时候 我们曾经也是有过互动 重体感觉的我就觉得 曼联以前的那个队员啊 在球场上的这个能力不必说了 我就觉得这些队员的那种情商也是很高 那反过来说说伯格吧 多年以前呢 符合成教练为什么把他送走 其实就觉得这个队员呢 他有天赋 但是 人格问题 他品质问题 如果说不能同步的话呢 那这种人才呢 你很难的感觉他有这个依靠 所以我就觉得曼联呢 目前来讲呢 说什么技术战术的问题呢 还不如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混找回来 终上所述 曼联目前的情况呢 可能又得换教练 但我可以肯定的这么说 不是说换一个教练 就能解决问题的 你想想看 符合成一队之后 换了几任的教练 都是明帅 都没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曼联 是顶层设计的问题